一年春秋 一年清晨 一年花生的蛇果 总是在话题热度上的一念观山 开播以来好评不断 不过最近播出的大结局 让观众都吓掉了眼镜 每一集都有重要角色下线 让粉丝直呼别致时在太低人 小队中最沉稳的大哥 钱昭跟孙朗 在混战中不幸身亡 十三 我也算是个英雄了吧 老幽园陆送紧急军报 消耗尽力死在公主怀中 这受观众喜爱的骚包孔雀十三 也瞎了眼光荣牺牲 最后宁远舟选择英勇赴死 仁如意踏入电影《玉石剧焚》 观众最爱的观山小队全体阵亡 看完直呼一难屏 但对于结局也有不同的声音 表示最后大家都为了国家大义死的灿烂 也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这里清风朗日 操掌英妃 是我此生见过 最美好的风光 巴拉财房主见礼报 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